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做做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斗鱼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曲叫做Lilia 晚安 你好吗 今天来到玻璃星球当中了 在假日当中 我们用玻璃星球在半夜 可能是你睡不着的时候 可能是你还不能睡的时候 可能是你刚起床的时候 但是都没有关系 不管是哪一种 请你记得玻璃星球的航空永远在这里 永远在这边来陪伴着你 也持续的跟你说一声晚安哦 今天要讲的主题 其实稍微沉重了一点哦 比较稍微的要来顾虑到一些现实的状态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啊 总是毕竟有发生过一些事 才是有被拿出来讨论的可能性吧 最近嘛是身体上也比较累了一点哦 这个鼻子倒流的问题 好像一直没有解决到 似乎跟天气的变化也是有关哦 那其实前几天看到新闻 他有说 今年其实是有这个反圣音的现象 所以其实在冬天是气温 都是会急剧的下降的 尤其如果说你常常在南来北往的话 这个天气来说其实是非常冷的哦 那何况是一直都在高雄 那在高雄的时候 我自己在晚上我都觉得比较冷了 何况是北部呢 如果有人问起住在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你会回什么呢 有人会想说 可能在台湾好处就是 这个我们可以唾手可得的小吃 我们发展很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还有我们对人的一个尊重的状态哦 都是我们会说在台湾 在这块报道上会有的一切哦 那像是这个从小就一直在 看医生吃药的人哦 哎似乎对我来说比较受益的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健保的一个辅助跟帮助哦 其实健保呢 大家都要有一个观念 它是帮助我们可以持续的生活下去哦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更好 更优质的一个医疗品质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选择有自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哦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健保可以负担所有的一切 我想这一部分的一个观念 大家还是要有的 那其实呃 在关于说有一些资商治疗的方式哦 哎似乎有一些可能呃 在做不管是资商 不管是心理误谈这一些 哎这些其实有蛮多都是做这个自费疗程 那当然也是有这个健保的这个呃 资商哦 只是呢在健保的一个资商来说的呃 安排的一个人数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都是要等哦 普遍来说大概等只一年到一年半不等 当然并没有一个绝对值啦 只是说哦 就是看你那个时候排的那个顺序来说 那像以我自己跟我朋友的一个经验 大部分都是大概一年左右会排到哦 不过呢呃 因为有来讲到说这个呃 比较多的一个呃 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些医疗项目 就是属于这个自费项目嘛 那其实很多人会讲说 这个心理疾病是不是所谓的贵族病呢 这个心理疾病好多都是要自费的一些项目哦 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那呃 其实健保正在研绎 不再独漏资商治疗这一件事情哦 那呃 其实哎 像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哎 就是有在公共政策的一个参与平台哦 就是会将心理资商以及心理资料 纳入健保的一个提案 那获得了五千八百八十二人的一个负益来做支持哦 那其实健保署他们在十月五号那时候哦 就已经有召开过一些特别会议了哦 那基本上也得到了一个健保署署长李博章的一个正面回应了 承诺会对内部来进行研议的一个程序 而且来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考虑哦 嗯 你自己会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呃 他自己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一或是说呢 有一些可能我们通常不太敢说出口的压力 这个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困扰吗 这当中有一位副艺人哦 他说到他其实罹患了身心疾病十多年了 他看过不下这个二十几位的这个心理师哦 那毕竟总是要持续的来去找到跟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个心理师哦 那才终于得到一个稳定的改善 那心理治疗通常需要中期到长期的一个介入 病人需要多方的尝试持续配合 这样子才可以哦 可是呢 在医院体系来说 我刚刚上面有说有一个安排的一个 这个健保的一个心理自伤 可是这个是仅限于在医院的临床心理师哦 可是一般在社区的自伤心理师 反而健保是没有给付的哦 那很可能呢 好不容易存到了钱 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会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一个磨损哦 那其实卫生福利部的一个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说 全国商政区有免费或是优惠的一个 心理自伤服务据点 其实这样的一个涵盖率高达了93.8% 那同样的 因为的确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一些在社区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哦 那even呢 有些人在卫生局有过一些相关的一个求助的一个经验 或许呢 可能也因为人力上的问题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状况来说 可能你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得到一些协助哦 那就是因应了这样的状态 所以健保署这边正在做相关的一个召集跟研议哦 那自伤心理师工会的全联会医疗事务委员会呢 这边就有来分析 其实对于民众来说 重点不在于取得自伤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的服务 而是要有服务资源必须足够哦 但是呢 在目前的一个医疗状态上来说呢 是限定值累 而且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哦 都当然不止这一些无法一言一蔽之 只是说大概找出来的会有这一些哦 所以导致说自伤心理师对于医院来说呢 其实是比较无力来负担的一个状况哦 那其实依照真正心理师的一个 依照心理师法来说 在心理发展偏差与障碍 认知情绪或是行为偏差的一个障碍 亦或是说这个精神观能症 这些都是自伤心理师的一个法定业务范围哦 那其实这个卫福部医室司 2020年的资料哦 又统计到说 这个临床心理师有1662位 有1233人 登记职业在医院哦 那自伤心理师呢 领造者有2718位 可是只有344个人 是在医院进行服务的 相对应这个 这个健保给付的一个项目呢 是限定由精神科医师 临床心理师 或是精神治疗团队成员来进行哦 那目前是还没有这个 这个自伤心理师加入当中的 那精神医学会健保小组呢 这边呢就有提议啊 因为其实健保就是 给付以及疾病的一个治疗哦 不过在精神健康的一个范畴 它可以细分成非常多种哦 可以细分成是心理的问题 心理疾病 还有重大精神疾病 三个层次 这三个是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哦 那像是在心理层次的一个问题的话 就像高血压前期一样 还不算疾病不能只靠健保 那这部分就是 自伤心理师可以来处理的 可是在疾病层次呢 有一些涉及到脑部 以及神经康的物质的变化 用药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治疗了 那所以呢 这边的健保小组就来提议说 或许维持现状也不是一个 不好的方向啦 那这边健保所目前呢 他们的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呢 重点必须解决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是要先倾听大家的声音哦 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在目前的一个 现阶段的一个产业状况 或者说在现阶段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如何呢 来进而分配有限的资源 因为虽然说要扩大资源 可是再怎么扩大资源 总是有限嘛 所以说也必须给予到 一个相对应的 或者是说相对的一个 比较重点式的一个发挥了 感谢观看 每一步都为了所爱的人前进 每一处都留下你认真的身影 夜深人静的光影 听听高雄的声音 FM943陪伴你 照顾有长照需要的家人 就像陪他们穿越黑暗的隧道 苦不堪言外人很难了解 长照的路上不要一个人苦撑 拿起手机或视话拨打1966专线 申请长照资源吧 照顾工作交给专业团队 您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家有外籍看护也可以使用 1966一直陪伴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丹太太啊 最近我们大人附近 多少没看过的外籍女孩呢 对啊 旁边又对着女孩的几几四岁 像找女孩的狗家呢 蛤 敢说是三七啊 蛤 这些女孩不都红柄去 哎呦 真可憐耶 净卡一亿空报案 嗯 欢迎外籍人士 哪情求人家欢迎 他在做性交易 请马上卡一亿空 这是专专 控制23883095报案 大家好 我是林生祥 有一句客家谚语是这样说的 善文就有路 善上就有铺 意思是只要我们肯付出 肯努力 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欢迎继续收听 陪你一路打拼的 国庄公播天团 FMQC.3 AM一郎百九 曹葛还有光良的歌曲 少年 这首歌呢 当然也是一首经典歌曲 而且有的时候在毕业季 都常常会听到这一首音乐 你自己在毕业季的时候会听到吗 那么接在毕业季之后 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 每次我这个国小 国中 高中 毕业的时候 那个生活真的是过得非常的腿迷啊 因为呢 就会在床上睡一整天 就是想说 天呐 平常压力到底是多大呀 那当然我的朋友们呢 他们就会三五好友 学街去旅行 就是当然现在可能真的是不行啦 现在因为毕业季性的关系 所以 当然你到户外去 或者是说你到一些地方 可能 人潮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那你又能维持社交距离下 你可以摘下你的口罩 但事实上在外面都还是要全身佩戴口罩 而且不可以 这个边走边吃东西的哦 而旅行是不是可以抒压呢 不过对于旅行来说呢 有人来提到哦 就是说 有心理治疗学认为 有十种 在我们平常 就可以做的一些生活日常的事情 其实他的这个抒压程度 堪比旅行跟度假 那其实我们累积了一段时间的压力 可能透过一次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放松 来到一个释放 不过呢 其实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生活一旦会到正轨 从前的压力又再次的出现 所以他其实不是把它丢掉 他只是把它延后而已啦 所以咯 在目前来说呢 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每天都可以执行 这边有提到了十种哦 包含了这个清理 所有你不需要的东西 你要丢掉 你要卖掉 你要捐掉 这个都OK哦 东西少一点 你的压力自然就少一点 自由也就多一点啰 那其实根据科学研究 丢掉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帮助你释放焦虑 拼近下来 最后呢 你可以只留下 使用或是对你有正面意义的 一个东西哦 那再第二个 就是养成随手整理的 一个好习惯 发票账单 或者是各种的东西 衣服 等等 收好就立刻收进柜子 清楚每一样东西 日常就放在那里 那你如果找不到东西 要用的话 其实也是会加深你的焦虑的 随手整理了 你日后翻找 又浪费你的时间哦 那养成这些喜根 会慢慢发现生活 更加的竟然有序 对自喜呢 也是更有自信的 那么另外呢 第三点好重要哦 就是每天抽空 做一些忘我的事情 有人是要听音乐 有人是要运动 阅读兜风哦 做一些能够让你 暂时抽离现实 让他魔幻的一些事情哦 那如果说 再调到第四点的话 就是自我疗愈的时间 比方搭车上下班 走路去买这个 午餐或晚餐 或是洗澡这些 统统都是OK的 像以我来说 就是做交通工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交通工具 对我来说好疏牙哦 而且马是以前 在工作的时候呢 都是会有那种 一次要待在一个地方 八小时九小时 那我们中间 会有午休一小时嘛 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因为方便 可能就自己碰面 怕来吃 或者是说 可能就外送 叫过来而已 但马是自己 大部分的状态啦 都会是自己 想要骑车 出去找吃的 会觉得说要出门一下 才可以让自己来放风 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放松一点哦 那再来第五点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babel 那具有各种 启发性思考的一些字句 你都可以把它给记下来 那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长远的 一个帮助哦 再来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比较就是 沿着这个备忘录上面的 包含说 对自己信心喊话哦 一开始真的很别扭啦 但是呢 虽然久了 这个正向吸引力法则 就来了哦 比方说你如果 你想要来减掉你的体脂肪 你就每天对自己打 我一定会变瘦 我要把工作做好 哎 这是很强的一个正向能量 祷告哦 或许我哪天 或许也可以吧 开始现在每天催眠自己 要减掉我的体脂肪 哈哈哈哈 那再来就是要找出 日常生活的一个 简单快乐了哦 比方说呢 这个快乐日记啊 为自己泡一壶好茶呀 这些不费劲 可以一直游泳的小确幸 都可以持续的去感觉哦 再来就是要发展一套 自己的一个人生哲学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踏实 因为其实的确有人 有时候在你没有目标的时候 其实也会出现像是躺平主义啊 或者是充满 担心不安哦 这样子的一些状态 那你不需要特别为了这个 去寻找跟自己原先的一些宗教信仰 不一样的一个团体啊 其实你只要发展出 属于你自己 从事起来 你舒服的一个信念 那这样子也就够了哦 那凡事都保留一点空间哦 那每件事呢 都把它放了有一些余裕哦 不要想要掌控全部 因为掌控全部 其实就容易患得患失 久而久之 也就是很犀利憔悴了 以上给你的这种十点小memo 你自己有记得吗 哪一点 你是很常在实行的呢 以我来说最常实行的呢 就是这个交通工具的时间了 我就很陶醉在我坐车的时间哦 那有的时候 可能会是自己骑车 或自己开车嘛 那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开心的 因为我就很喜欢 自己一个人 待在那辆车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好舒服哦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广播会这么吸引我的原因吧 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一直一个人哦 而是因为在空中 在云端上 我们会跟彼此用声音来相见 只是呢 在现实当中 我并没有看到你的人 所以我觉得 反而多了这样的一个私密感 我更可以在空中告诉你一些 我私人的一些小秘密哦 来听到陈一讯的歌曲 这首歌 K歌之王 大律师啊 我要到东南亚做生意 要如何办公司登记啊 大董 我来处理 提醒您 洗钱防治法新规定 需要做客户审查 若是银行开户 或开OBU账户 金融机构 也要审查公司登记文件 存续证明 实质受益人等资料哦 嗯 还好有你的提醒 那我们赶快办理吧 请您支持 洗钱防治措施 让金流透明 给世界好评 以上由行政院 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注意 0800没有播出功能 来电显示可以造假 注意 切勿依来电指示 操作提款机 注意 要求以英文画面 操作提款机 就是诈骗 提醒您 邮局局部会 以电话要求民众 去提款机 进行任何操作哦 不要相信来电显示 不要依来电指示 操作提款机 或以英文画面 操作提款机哦 有句名言 是这么说的 行动会变成习惯 习惯变成了个性 个性创造了命运 而命运的好坏 是在于你珍惜了多少 大家好 我们是Vox玩声乐团 高雄广播电台 陪您珍惜每一天 请持续收听 FM94.3 AM1089 许哲沛的歌曲 摩洛贵族 其实许哲沛有说 这首歌的确就是在讲一个故事 那他也有帮这一个贵族 或者说他FV里面的 这一个女主角 他是一个动画 有帮这个小女孩 来取一个相关的一个名字 其实他在这一张专辑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那像后来这个电力友百公司啊 像是做过吉普赛人生 或是说给提姆波顿先生的一封信等等的 我觉得都充满着一些幻想跟奇想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哦 今天呢 我简单的带你了解的 就是关于说 资商心理 也其实在台湾的一个状况 还有就是说 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之后 去照顾我们的一个情绪 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靠旅行哦 找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小确信 利用这十点的memo 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很开心 很快乐的 希望我的鼻子 这样子所影响到的这个声音 你还听得下去 因为呢 我自己觉得啊 我自己现在声音已经有一点跑掉了 我会持续的赶快让我的声音再回归 远无为由 这里也跟你们很不好意思了 只是过往都没有那么严重 以前虽然我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我彼此过敏 或者是说我鼻涕倒流的问题 可能它会出现 可是它不会持续这么久 通常一个礼拜多就会好了 但是这一次其实持续的时间 有一点太久了 它这个久到我自己都在想说 天哪 怎么会这样子呢 只是说呢 以前每次出来的时候 因为毕竟把氏也一直都在空中吧 对不对 以前呢 就会也有听众朋友的 就特别传讯息给把氏说 马氏你还好吗 怎么三天两头就感觉 你鼻子在不舒服 或者在感冒呢 马氏就说 没有这个只是纯粹 因为天气影响的关系哦 所以现在也不用担心 可能再过几天就好了 我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来自于一字乐团 一个人的街头 我们前面有说到 其实要找出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那我有提到 我的小确幸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 不管是坐监狱 不管是坐火车 不管是坐公车 只要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样子的感受 我自己非常的享受在其中哦 那其实还有另一种 我更享受就是有的时候半夜啊 因为以前有的时候半夜可能 还是必须出门 帮忙家人去处理一些事情 比方说可能 可能需要一些 这个送家人去看医生啊 等等之类的哦 那抑或是说 可能工作到比较晚 就比较晚回家 其实 我自己哦 我自己都会 稍微的换一条路线走 不会走我常规回家的路 我会往另一条路线 可能会稍微绕一点点小远路 只是当然都还是会选择安全的方向啦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 我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特别呢 也去享受自己一个人在街道上的时候 可是自己一个人晚上在街道上 不代表可以为非做的 也不代表可以随便违反交通规则 我还是很乖的哦 那你自己呢 当然我们都会跟大家说 就是在晚上在半夜的时候 当然尽可能再待在家里 不要随便出门嘛 对不对 也的确是啦 因为的确晚上呢 因为视线的关系 很容易会造成一些视线的 一些遮蔽 导致于说可能会有危险的发生哦 只是或许可能 我们可以再选择 比较亮的地方 又或者说 可能选择家里附近 可能稍微的去 可以看一下 但是也不要选择太晚的时间 大概八点多九点多就好了啦 如果在晚 我个人觉得就不太适合了哦 那在晚上呢 你可以打开我们电台啊 那在这个假日的晚上 在凌晨时间嘛 是也都各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陪你们嘛 你说是不是 所以当然也就是 很欢迎你们 持续的持续的 一直收听高速广播电台 一份94.3am1089 我是马氏哦 今天的玻璃星球的航空 在这里准备告一个段落了 当然很感谢你参与这一次的航程 希望今天航程的内容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风景 你还喜欢吗 那么在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谈到一些 我个人觉得 微微沉重的话题 是关于告恩西告别 只是这个关系告别 我们又更锁定在宠物身上的一个关系告别哦 那我们会请自商心理师 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哦 也希望到时候 你都能准时的来参加我们玻璃星球的航程哦 最后送上莫文蔚的歌曲 忽然之间歌曲当中 跟你说拜拜 拜拜